4月28日,京津南部地方警察厅传唤了被拘捕的朴友天,继续对追加犯罪进行调查。 据悉,朴友天被前女友黄河娜指控与她一起吸毒。 虽然朴友天一直否认,但警方在从朴友天的毛发测出毒品阳性反应后,就向法院申请了拘捕令。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疑似残留的冰毒的去向,还计划集中调查朴友天是否再次吸食冰毒。 此外,朴友天在毒品反应检查出阳性被拘捕后也继续否认嫌疑,因此正在讨论与黄河娜进行对质调查的方案。